非常的奇怪 另外呢 我们讲到这个 所谓的预算法的第79条 这有四项很明显的 你们可以做追加减预算的 我们就觉得研考会的 这个部分包括车辆的租任 外聘委员 还有物餐杂志 包括新闻局的 1650万 我们觉得他是有急迫性吗 一定要马上要做追加吗 里面还有出国参访 100万 还有筹组影视发展基金会 1500万 比购买笔电相机50万 我们觉得 如果你是这样来运用 的话 你前面灯会挪到哪里去了 后面没有钱 你用这个 再让我们追加完以后 你在灯挪西挪 把东墙挖来补西墙 我们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觉得 要退回你预算 必须要讲清楚 因为现在的新闻局长 似乎非常的有办法 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 黑的说成白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跟市民讲清楚 你们是违反了什么 我们才退回去了 拜托一下 来来来 你是违反了第79条 在这里我们拒绝非法追加预算 然后在这里拜托一下 不要 当时候呢 我们议会结束呢 结果被你抹黑成 我们国民党籍的议员是在杯葛你 是在呢 反对你的追加预算 拜托 写清楚 讲明白 你是违反了第79条 的任何的追加预算的法条 四条 好 请坐 时间坐 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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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义长 市长 还有各局处的首长 议会通人 各位媒体记者 先生女士 大家午安 市长请教一下 这本追加预算 是你受益的 还是让他们各局处首长 自由发挥的 请回答一下 主席 还有议员 当然是根据我们 施政的方向 尤其是我们提出新的政见 那当然民主政治就责任政治 反映在预算上 那因为今年的预算 去年已经编了 所以我们在既有的这个基础上 尽量 我们能够 除了我们要办的 办的事项之外 有一些当然既有的一些项目 包括大家关心的台湾塔 BRT 我们都尽可能在原项目里面来使用 事实上有些项目 他并不是今年就编卖 市长请你回答 是你受益的还是让他们自由 政策方向是 我这个 他们都有了解我的施政重点 那么由各局处会整 然后经过财主单位 我想财政局长跟主计处长 也在台中市府服务相当久 一定是秉持要依法行政来办理 谢谢 根据我本期对你的了解 你在从事公职还有明代也有一段时间 照道理讲你也知道很非常清楚 预算法的规定 其实只要有规定 照道理讲 以你的专业 以你的素养 应该不至于会编成 这本预算书 让大家看了就好笑 业考卫主委我请教一下 各部门所掌管的那些工作还有业务 你清不清楚 桥梁是属于哪一个局处管的 建设局 好谢谢你 建设局长你小心 可能市长有预备一个第二人选 要接待你的局长位置 他现在委员观光局长来检测桥梁 所以说你比较小的 搞不好这次大会结束 建设局长就换观光局长来 你去 虐练观光的部分 乱七八糟的在编 同一个桥梁检测 竟然有两个单位都编追加预算 这拿出去外面会被人家笑死 观光局什么时候来在检测桥梁 难道我们建设局的人才都不够吗 这份预算书 真的是会愚笑大方 还有 税路的部分请问税务局长 税务局长你有最佳一个13亿 这个13亿怎么预估来的 许长各位议员跟各位说明我们这次地方税的收入总共追加14亿 那这14亿呢是我们在经过审慎的评估以后 因为就是104年的预算是在104年度 你怎么评估的 怎么样的评估 我们有去参考去年的10帧数 还有目前我们各项的建设还有就是税法修正 我看就本席的观察可能是拿一个数字给你 然后一定要把它凑成这个14亿 我跟你讲在总预算在编的时候就有列入税路预算 税路的部分税收也有纳入在里面 你光一个追加预算就可以编14亿的追加税路 你要难道你要卡市民的钱来做来做建设吗 对不对 有的时候市民赚钱很辛苦 你又要增加税收 刚有有几位议员也讲过 你在税收的部分除了你的房屋税你的汽税这些大笔之外 然后如果不足的话要从哪里来 还是从东扣西扣 扣到最后面怎样 其他收入要把它增加 这种行为会让市民